是啊,万一一个不小心死在咱们家了,那也是晦气,你还是好好守着吧。 玉大娘笑了笑,转身又要走。 玉小梦火了,冲过去直接堵在门口。 老娘,我说你能不能消停一下,我保证不去看轩原离哥了成不,我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做,你成日没事做,你去帮我个忙,在家好好待着。 时不时过来瞧瞧他,成不? 玉大娘摇了摇头,没得商量。 不成。 你…… 玉小梦气劫。 放心,服了药,指不定明日就行了,你今晚哪,好好守着。 玉大娘很认真地说吧,推开玉小梦又出门。 你……你…… 好,是你逼我的。 玉小梦气得险些从嘴巴里吐出火焰来,直指他娘亲大人的背影。 他说吧,立马回屋一把悲喜紫情来。 虽然在气头上,可毕竟是个细心的好姑娘,怕紫情冷着又把她放下来裹了尖被子,这才有吃力的悲伤。 她一直都是个听话的好孩子,但是,把她逼急了,她可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而且,她还专门和逼她的人对着干。 姑娘,走,我带你去见个老乡,我之前也救了个中原人呢。 玉小梦说着,毛了毛劲儿,一咬牙,立马背着紫情出门,大步往轩辕黎歌山脚下的小院子走去。 大冬天的,太阳一下山就一片漆黑,只剩下呼啸的北风不断层领口灌入,冷得令人颤抖。 如果没有什么盛大的宴会,墨北族人们一到晚上就不会再出门了。 此时,整个墨北都陷入无边无际的寂静中。 就只有玉小梦一人,吃力地背着紫情顶着渐渐变大的风雪前进。 虽然可以看到山脚下的灯火,但是,毕竟那院子离一阵子还是有些距离的。 玉小梦打从上山寻找紫檀檀木,至今都没有一晚上是好好休息过的呢。 其实,她也是一直扛着,撑着。 原本的步子还卖得挺大的。 可是渐渐地,她便有些走不动了。 腰又弯成了九十度。 远远看去,那背影就像一个负重的老太婆。 只是即便如此,她还是咬牙撑着。 这一回,心里可比上一回还有力量。 只因为眼前那一道微弱的灯火。 她想好了,没人照顾这个姑娘,就把她系在薛元公子那儿。 反正她的屋子大,她也承日在家中。 虽然不能时时刻刻守着,好歹也能时不时过去瞧瞧。 再说了,薛元公子那可是懂医术的,比她好多了。 她实在不能天天守着这个姑娘了,她多的是事情要做。 她得出门去,她可是打小就撑起这个家的。 别的不说,去林子里打个猎,也得一整日才能回来呀。 娘亲老糊涂了,和她较劲。 她可不能糊涂啊。 当然,说她没有私心,那是不可能的。 她想见见薛元黎哥,想跟她保持联系。 虽然明明知道不可能嫁给她,但是当朋友总是可以的吧。 她会慢慢学着藏好自己那一份爱慕的。 就当是普通朋友,至少能见见面,能说说话,能互相关心一下。 就在玉小梦沉浸在自己设想的美好中时,背后突然传来玉大娘凌厉的骂声。 臭丫头,你这是做什么呀? 玉小梦大惊,都不敢回头看,背着紫情就起步跑。 她咬着牙使着劲,一脚深一脚甜踩在雪地里。 你还跑,给我站住! 玉小梦,你还要不要脸了呀? 你给我站住!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娘,你就给我站住! 玉大娘一边气喘吁吁地跑,一边大叫,又不敢太大声惊扰了别人。 可是,玉小梦这一回是铁了心不想听话了,不回头也不回答,就是一股脑往前跑。 臭丫头,你给我站住! 你听到没有,娘都是为了你好,你站住,不许你去!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还想不想嫁人了呀? 玉小梦毕竟背着个人,玉大娘很快追到她的身旁,猛地拽住她胳膊。 玉小梦一挣扎,实在是没有力气,手一软,竟然把子晴摔在地上。 她惊得魂都没了,莲梦要去扶,可是玉大娘却一把拽住她的手。 你够了! 你才够了!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就是不嫁怎么了! 玉小梦打开她的手,冷声道,你……你……你会后悔的!娘吃的盐可比你吃的大米还要多! 血缘伤心里明显是有人的,你还承认拿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你就不知道女孩子要自尊自爱吗? 女孩子是等着别人来追,来求的,追求追求,你懂不懂? 不懂 回去,现在就跟我回去,不懂,我说到你懂 不要,我没有办法照顾好她,找学员公子帮忙,天天地义,没什么见不得人,没什么尊严不尊严的 你还狡辩,你分明就是想见她,想跟她好 做普通朋友不成吗?好不了,就要老死不相往来吗? 玉小梦气劫,而子晴摊在雪地里,昏迷不醒 雪水都渐渐渗入了棉被,湿了衣裳 孩子啊,你太天真了 当不成恋人,那就是永远当不成普通朋友 你还是个黄花大闺女,你要再这样下去,将来谁还敢要你啊?将来别人怎么看你,怎么议论你 你丢得起这个脸,我们玉家可丢不起 玉大娘气是气,却也语重心长起来 回去吧,相亲我已经安排好了,明日早上就去 我可以替你照顾她,啊? 晚了 玉小梦想也没想,脱口而出 什么? 玉大娘的语调又飙高了几个分贝 我说,晚了 我不去了,我也不用你帮忙了 玉小梦很坚决 弯腰要去拉子晴 玉大娘不断深呼吸 深呼吸,终于 她也忍不住了 猛地过来拉住玉小梦的手 顾不上她反抗,转身就要走 你放开,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我大笑就听话 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姑娘该做的我做了 不是姑娘该做的,劈柴打猎我也干了 够了,这件事我要自己做住 不就是不嫁 我就是飞圈员公子不嫁 玉小梦说着 猛地往玉大娘手背上去 玉大娘忍着疼 任由她咬,就是不松手 一步一步将她往后拖 母女俩闹得这么凶 根本谁都顾不上躺在雪地里的子晴 而此时 子晴整个后背 早已全是血水了 冰凉凉的感觉 从背后一直蔓延到前面来 传遍全身 她迷迷糊糊的 隐隐有点意识 却只能感觉到冷 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更不知道周遭发生了什么 只觉得唇上苦苦的 或许是孤岛一孤 天生对毒药的敏感吧 即便是昏迷的不省人事 她都隐隐感觉到 她唇上沾了毒 是敏药 她努力想醒 她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呢 她不能睡 她一定要把一缕千千追回来 一定不能让冬秦那个老嬷嬷得逞了 可是她毫无力 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 而她身旁 玉大娘和玉小梦 正僵持不下 突然 玉小梦松了口 玉大娘顿时松了一口气 可谁知 玉小梦却换了个地方 往她手腕的脉搏上咬去 这一下就疼得玉大娘立马松手了 玉小梦几乎是用吼的 我最后一次告诉你 我玉小梦就非与玄缘伤不驾 她吼吧 气呼呼转身要跑 然而她一转身 便整个人都震住了 只见玄缘公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就站在她背后不远处 冷冷看着他们母女俩 距离有十步之远吧 玄缘黎哥听得吵闹声 这才出来 想瞧瞧到底是怎么回事 却没有想到 撞到这一幕 有个人裹在棉被 躺在雪地里 看不清相貌 就那身子板来看 应该是老乌依白天说的 那个中原女子吧 而玉小梦和玉大娘 竟在争吵还动了手 远远的 只见轩缘黎哥静默地看着 目光是一贯的冷漠 玉小梦慌张地 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她不知道 轩缘公子到底来了多久 听他们母女俩吵了多少话 一时间 她六神无主了 整个人就愣在当场 而玉大娘倒是淡定 沉寂嘀咕道 她铁定是听到了 你看看你 丢人都丢到家了 还冷着干嘛 还不跟我回去 玉小梦没有说话 她脑袋里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就一直回荡着 她刚才斩钉截铁的那一句 我就是非轩缘伤不嫁 她一定是听到了吧 走啊 还想继续丢脸吗 你都说了 你瞧瞧人家有反应不 走 玉大娘强行压低声音 此时此刻 就恨不得打折了 玉小梦的腿 把她拖回家去 可是玉小梦就是不动 不得不承认 她潜意识里 是在等轩缘公子的反应的 她听到了 也应该说点什么吧 你走不走 臭丫头 你要是再不走 老娘我就 我就 玉大娘快要气被够气去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轩缘黎哥淡淡开了口 地上的病人会着凉的 夜里疯他 回家去吧 没有称呼 也不知道算不算 是对她刚刚那句话的反应 玉小梦猛地缓过神来 却眼睁睁看着她 转身离开 这一刹呢 玉小梦的眼眶 立刻就给红了 湿湿热热地 一下子红了好几圈 泪珠在眼眶里 一直打转 打转 都模糊了她的视线 让她看不到前面的人影 而玉大娘也愣住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陡然就立声 血缘上 你给我站住 原本 玉大娘该高兴的 该更有理由 说服玉小梦放弃 应该拽着玉小梦 比轩缘黎哥更早走的 可是 她就这么突然吼了出来 血缘上 你给我站住 你什么意思 我闺女哪一点 配不上你了 你至于这样 无情无义的吗 轩缘黎哥止步 见状 玉大娘立马快步冲过去 一把拽住她胳膊 冷冷问道 你说 我闺女哪一点配不上你 哪一点不好了 哪一点入不了你的金眼了 啊 一边质问 一边拽着 轩缘黎哥往回走 轩缘黎哥无奈 正由她拽着走到 玉小梦面前 看着这丫头 双眸红得跟兔子眼有的一拼 眼泪却始终没有掉下来 轩缘黎哥的心 隐隐有些疼了 对于玉小梦 没有讨厌 没有厌烦 更不是什么不入她的眼 这个姑娘是她的恩人 是墨北最最善良 单纯的姑娘 她是喜欢的 只是这种喜欢 是把她当作小丫头 小妹妹一样喜欢的 如果有人要伤害玉小梦 她必定舍命相救 可是在感情这件事上 她只能伤害 长痛不如短痛 你说呀 就趁今晚说个明白 玉大娘愤怒催促 玉小梦那一双泪汪汪的大眼睛 迷茫而胆怯 看着轩缘公子 明明很想这么近距离看她 和她说说话 可是真正近了 她却又期待又害怕 两人都无声相识 玉大娘气呼呼的 没耐心怒吼 说呀 现在就说清楚 免得互相耽搁了 然而就在这时 身旁已经被血水 倾入全身的子情 不堪寒动 迷迷糊糊中 喃喃了起来 冷 好冷 她根本没有意识 只是本能的反应喃喃着 缓缓蜷缩起单薄的身子 冷 北约 我好冷 好冷 北约 你在哪 我好冷 脚边的动静传来 玉大娘和玉小梦才意识到 病人还躺在雪地里的 两人顿时打惊 轩缘黎哥眉头紧簇 正要救人 玉小梦的动作 却比她还要快 猛的就把子情拽着 搀扶起来 轩缘黎哥静静看着 然而 就在子情的脸 转过来的刹那 她整个人顿时就正了 三魂六魄似乎瞬间被冻住了一样 那安静的小脸冷得都发青发紫 长长的睫毛上沾满了白血 苍白的毫无半丝血色的唇 正在不动地颤动着 这张脸 这份安静 就是她连躲到了墨北都忘不掉 都日夜思念惦记着 牵挂着的呀 怎么会是 子情 轩缘黎哥的声音在颤抖 猛的一把推开玉小梦 一把将子情拥入怀中 不停替她搓手 不停捂着她的小脸 替她取暖 没事了 没事的 很快就暖和了 撑着点 我带你回家 没事的 很快就暖和了 不怕 没事的 不仅仅声音在颤 她的手也在颤 怎么都无暖不了她 只能将她拥紧 往屋里奔去 才眨眼的瞬间 人影变不见了 这一切 好快好快 快得被推倒在地的玉小梦 都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只觉得 做了一场梦 好像 从救了那姑娘开始 就在做梦了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眼泪这么不争气的 就滑下来了呢 她从来没有见过轩辕公子 那么惊慌失措 六生无主的样子 她喜欢的那个轩辕公子 是个风度翩翩 薄骨通筋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能淡定从容的男人呢 她的嘴衣银发 她的安静沉怜 她的高贵冷清 神圣美好的 连她都不敢 不舍 考得太近 可是 她刚刚分明快把那女子 揉碎在怀里了 可是她刚刚 她刚刚分明是急了 慌了 怕了 连她一贯低沉的 那么好听的声音 都在颤抖 只觉得方才的一瞬间 那个男人的整个世界 都坍塌了 而她 则随着世界的坍塌 坠入了无底深渊 那个女人 是谁 猛的 玉小梦从地上跃了起来 要追过去 这时 正珠的玉大娘缓过神来 猛的一把拽住她的手 你干嘛 她要干嘛 她也不知道 她要干嘛 就下意识想追过去 看着眼眶也跟着她 湿了一圈的娘亲 玉小梦一时间没有忍住 就扑到玉大娘怀中 呜呜地哭了起来 她要干嘛呢 她真的不知道 难不成 她只能默默跟娘亲回家去 当这一切 都没有发生过吗 方才轩缘公子那一推 推得她肩膀至今 还在隐隐作痛 娘 你说女儿该怎么办 你说女儿该怎么办呀 臭豆腐 但是她还算是